小朋友在導覽員的解說之下 了解日常生活的習慣 會如何影響用水的多寡 進而知道如何解水 台南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裡 有座全新的環教中心 白色圓弧形外觀 以水地為靈感 融合賞鳥公園和昆森湖 紅樹林濕地 結合成景觀綠色廊道 內部以安平水資源中心為主題 設有AR VR及多媒體體感 互動體驗設施 民眾在寓教娛樂中 建立對水資源的永續利用觀念 將來台南市政府也會 將這個再生水場的 這個環境教育 善加利用 能夠讓我們的國中國小 還有一些同學 他們能夠在做校外教學 以及環境教學的時候 要來到我們這個再生水 這個教育場 能夠讓我們下一代 能夠養成愛水節水的習慣 凡凡市獲得中央水資源再生 利用計畫推動 與經費的支持協助 先後新建了永康安平仁德再生水場 安平再生水場 已於112年完工啟用 目前每天供應3.75萬噸再生水到南科園區 累計供水量已達1000萬噸以上 相當於一座白河水庫有效的蓄水量 怨然成為都市的小水庫 安平再生水場 加上我們的永康再生水場 加上我們仁德再生水場 一天可以產生6.75萬噸 一天 那未來還要再繼續增加 那以我們安平再生水場來講 現在一天是3.75 對不對 一天是3.75 然後未來如果增加到6萬噸的話 那這個對於再生水的這個使用就會更多更多 開源之外也要懂得節流 於是市府自建第一座以水資源保育為主題的教育館 環教中心 作為台南市水資源教育傳承的基石 除了常設展外 還特別規劃為期兩個月的台南400水資源環境教育展 水的400種形狀流動百年的台南特展 用水的變遷述說台南這塊土地400年來的演變 在歷史悠久的台南古都 更不能少的就是水文歷史的回溯 跟著水寶寶了解水的400種形狀 一起穿越時空 回望水在政治 地理 經濟 生活等各個處境扮演的角色吧 台南市政府破壞水在深院井 落實一滴水至少用兩次的目標 在開源與節流雙模式下 擁有污水處理 再深水處理及配水處理的 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 搭配環教中心的設立 讓生態延續 資源永續 古都府城繼續邁向下一個400 民視新聞南部綜合報導